九座两部剑在确立了PlayStation的硬件架构后 他们之后就要确定芯片应该怎样生产出来 无论架构多么简洁高效 仅靠这一点并不能完成游戏机的设计 必须把那些算法真正塞进现实的电路之中 而且要尽可能的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 此时九座两部剑所采取的做法 同样是前所未有,化时代的 PlayStation之前的所有游戏机 无一例外都是把现有的技术组合到一块硬件电路板上 他们的设计方式是把通用微型计算机与LSI芯片拼接起来 然而九座两部剑的构想完全不同 我要让需要的功能由定制的半导体来承担 依靠现有的LSI或元器件无法实现最快的响应 所以以其依赖现成的零件 不如干脆在硅片上把所需的功能全部刻进去 九座两部剑的设计想法 并不是把用惯了稳定的电路与板卡的形式装进去 而是要把最先进的技术直接写入LSI 让所需功能由定制半导体来完成 分导清田这样的定制化系统及LSI理念已成日常 但在90年代前期 这样的做法确实是极具革新的想法 那么怎样才能把架构真正烧入紧LSI芯片里呢 此时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开发时机 必须谨慎把握半导体技术发展的进度表 以及大规模量产的时间 九座两部剑的想法是 最好的战略就是要在半导体制造的基础设施 完全成熟之前就提前布局 然后借助那套设备迅速崛起 关键在于如何用最新建的设备 最快速度制造出突破性的产品 如果顺序搞反 后果将非常惨烈 太早出手的话 想用的产量也拿不到 成本也居高不下 供应链也根本跟不上 太晚出手的话 大家全部都会察觉到机会 你就会在竞争中落败 因此九座两部剑不断推演 不断预测 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1994年下半年 必须是决定性突破的时机 而九座两部剑的这种判断 并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推算 九座两部剑 在1984年秋天 接触到SystemG的时候 就开始思考 如果索尼有一天 要在游戏主机械 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 那么唯一的机会 只有一个时机 那就是1994年到1995年 对九座两部剑来说 关键不是在于和谁合作 而是和谁出手 因为他对1994年的时机 有着百分百的把握 所以哪怕任天堂退出主机制作计划 他依旧敢笃定 索尼可以独立制作出PlayStation 九座两部剑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 正是因为他对这一套时间表 有绝对的把握 对于SCEI的其他成员来说 1994年12月3日这个发售日 不过是差不多就定在那天的模糊认知 但对九座两部剑来说 那是唯一的机会 他认定此事不出手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九座两部剑对此解释说 要在芯片产业基础设施完全成型前 抢先一步 时机只有这一次 1994年12月3日 半导体产业刚好能支撑量产 市场刚好需要新的世代主机 竞争对手还没反应过来 所有的机会都聚集在这一天 九座两部剑的预测 首先在于要在旧的主机格式更迭之际 推出新主机 经济有期固有的节奏 会以特定的频率周期性运作 关键在于读懂那个转折点 1983年8位游戏主机FC登场 1990年16位游戏主机超级任天堂问世 两代主机中间间隔了整整七年 按照这个节奏 下一代游戏主机应该是在1997年问世 然而由于技术进步以及多重因素影响 当时的业界普遍预测 32位次时代游戏主机将会在1994年到1995年中出现 在当时的游戏业界这几乎已成共识 九多两部剑的厉害之处在于 它不仅看清了半导体技术的演进节奏 还能精准锁定准确的时间突破点 并与此预测来引领整个PlayStation项目 而且它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对此做出了判断 九多两部剑将主机发售日期的推算建立在半导体技术发展节奏之上 但在它的预测中有两个关键变量 第一系统机是索尼在1980年代做的高性能图形工作站 能处理当时最先进的3D图形 但由于它的体积庞大 价格昂辉 要刻两万多个LC和LSI芯片才能跑起来 什么时候才能有一颗定制芯片 能像系统机那样处理3D图形 但要小到能放到加油游戏主机里 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主机量产化 即便有的能够运算3D图形的LSI芯片 如果只是试作样机那也没有意义 只有当工厂能大规模生产这种芯片时 成本降下来 主机才能真正推向市场 对此九多两部剑的解释说 一百万台的规模根本不够 必须要上一个数量级 至少是一千万台 我坚信PlayStation一定能卖到这个水中 那么要支撑这种大规模的半导体生产 究竟由谁来制造 主机又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入量产 这些故事我们将在下一期视频中继续介绍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在油管关注阿段的频道 为我的视频点赞 让更多人看到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